各位朋友好 歡迎收看股市一路發 今天的主題是上攻無力 降伏震盪 那昨天跟大家包括了 它由於上面有半年限的壓力 下面有季限的支撐 所以在這邊做降伏性的震盪 由於市場擔心美國升息影響 全回流到美國去 然後台灣現在貨貌的跟大陸在談判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其實沒有很大的利多 所以之前我跟大家包括了證所 所以或許是這一波行情的最大的利多 那選舉的話看我們政府是不是 將這個盤勢撐在這邊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讓股民有信心的問題 不然的話假設從萬點下來到7200多點以後 未來反彈到這個地方8900 那個點位不過的話 基本上來說它還是會賣入空頭走勢 所以基本上來說我一直跟大家包括過 假設這個盤是如果沒有未來8900不來突破的話 它持續的往下去再疊的話 這個盤其實靠生技股的話其實是沒有很大的作用力的 它這個盤的話為了轉移投資人的注意力 利用生技股將整個盤面有個熱度在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有些大型股 股票來講的話大部分都在做相信性的虛擬生技股 或開始在殺盤了 所以利用盤勢的一些熱絡去殺其他大型股票的話 其實來講主力是出獲得一個不錯的好方法 那今天期貨指數來講的話 先開低往下殺 直接這五分鐘往上嘎 其實來講的話 因為它回補這個缺口完以後就往下掉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跟昨天盤有點像 昨天是開高直接殺 今天是殺低以後 往上漲的時候再直接往下殺 所以在846我這邊做防空 出現空方訊號以後 綠色部分綠色部分黏軸以下 往下跌過程中其實沒有任何回補訊號 在8380的時候可以將你的空檔給回補掉 所以這時候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盤是比較屬於相形性的區間震盪 你大概只能坐在這個區間的話 你可能賺取你最大的獲利空間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由於現在盤面比較不穩定的話 所以超多棋子來講的話 可能要非常小心 有這種一大的長紅棒讓你很不知所以然 然後你被迫平常以後 其實你的方向性是對的 當你的方向性是對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這個紅棒的干擾的時候 你會操作會有點沒信心 所以基本上來說 應該等到他的盤是比較局勢比較明的時候 出現空方訊號的時候 臨走以下的時候去做防空的話 或許你獲勝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像多幾次的一個紅棒 把你的空檔給尬掉的話 其實的話你會很容易受傷 而且你對起貨操作一定會失去的信心 所以基本上講 只要出現了開高以後 直接往下殺 出現空方訊號的時候 去做防空的話 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性 比如說等他盤面比較清楚跟樂化的時候 再去操作的話比較安全 當一個盤面比較不清楚的時候 譬如這樣下跌下來的時候 雖然是空方走是沒有錯 可是你比較忍受這一個多方 半小時內的一個 因為有一隻手往上拉下來 關係讓你不知所措 所以當你他往下殺的時候 因為曾經跟大包過 他大部分都會來補之前 那一個缺口不彎 他就直接往下殺了 那這個盤來李四陽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以後 往下殺 8470 這邊做防空 出現了空方訊號 零周以下 這樣子的話做放空 什麼時候回補 在843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補掉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邊空方回補掉以後 也是可以做多單 為什麼 因為出現了紅色訊號 紅色訊號零周以上 8430這邊買進 84708之後 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倉掉 是因為台灣股市 現在必須狹湖性的震盪 那由於感恩節跟聖誕節即將到來 外資的一些操盤手 或許都會去放假 所以基本上成交量的話 可能也不會很大 那進入個詳情性的區間震盪的話 可能必須要 大概這樣操作的話 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邊也一樣的 一開盤開高以後 往下殺 直接往上漲 紅色的部分做多 做多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個低點不要被跌破 這是一個重點 往上漲的時候 在8345做多 上漲過程中 在8448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倉掉 品倉的原因是出現 全部都屬於紅色訊號的時候 你尾盤你將它最高點的時候 品倉也可以 不然在8420這邊也是可以做平倉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說 只要它符合一個多頭的走勢的話 就盡量將擴力極大化 當一個空頭走勢的時候 將你的擴力極大化 就是在尾盤的時候回補 那這邊一樣的意思 這邊開盤一開高以後 8380這邊做多 做多原因出現紅色訊號 紅色訊號零種以上 所以基本上講 聽我的股市一路發節目 我都有非常肯定的跟你講 訊號怎麼樣去觀察 觀察這個訊號 是你能夠長久在股市裡面 能夠立足的地方 你不會因為沒有方法 而不之所以 往上漲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訊號 在846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端給品倉掉 這邊來說的話也是一樣 一開盤開低以後 直接往下殺 跟鍵盤就非常像了 開低往下漲的時候 過這個缺口又往下殺 其實來講的話 它做得非常非常像 只要將你的8440這邊放空 往下跌的時候 在8340可以將你的空端給回補掉 只是它跌的幅度是比較短一點 那間跌的幅度是比較長一點 大概是這種區分而已 其實差異不大 當你發現你每天的做的方法 差異性不大的時候 其實你對期貨操作的話 應該是了良於雄了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低以後 出現空方訊號 大概8540放空 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任何的回補訊號 在842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端給回補 回補最主要原因 就出現那個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 0 走以上 這樣子的話 就是將你的空端給回補掉 那後來的話就比較故意操作了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以後 紅色部分比較多 我表示今天是做多為準 做多往上的時候 自然出現紅色訊號 在8882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端給平倉掉 平倉這主要原因 就出現在出現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 0 走以下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端給平倉掉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套軟體好用的地方 就在於說 它多方非常明顯 多方非常明顯 當進入盤整的時候 也非常跟你講說 這個時候是盤整格局 比較不容易去操作 為什麼我們會有盤整格局 會出現空跟多 如果在一個區間 就是空跟多在出現的時候 就是屬於盤整階段 這樣子的話 只能低賣高賣 這樣子的話 你的方法大概只能這樣操作而已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跟肩盤也一樣 開地以後走高過高以後 直接往下殺 8700做空 往下跌過程中 在8630可以 讓你的空端給回補掉 所以基本上來說都非常非常下 只要每天盤是你 稍微細微的觀察的話 其實這種盤是的話 常常出現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各位投資朋友 可能認為要軋空行情的 會往上漲了 其實它只要軋空那幾分鐘 沒有持續往上軋 做紅檔 紅色的部分的話 大部分來講 都會往下跌的機會比較大 不然的話 你會覺得 你的操作上來講 它一定會出現成交量 像帶著它的K棒直接往上衝 就是屬於多方盤 不然的話 這種比較容易 過高以後 直接就很容易拉回 因為很多人 都會買到N字突破 那個點位 突破完以後 結果沒有 其實N字突破以後 沒有過那個點位的話 往下跌破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屬於 另一個方向走勢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開盤開地以後 光光出現了 8710這邊放空 放空往下跌破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復點 在867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復掉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 8580這邊做多 做多的原因出現 紅色熏號 紅色熏號 零種以上 往上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任何的回復點 非常明顯的 跟投資朋友問說 這邊屬於紅色部分 就是做多的部分 在8660的時候 跌破的時候 大概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倉掉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以後 直接往下扎 就是做空的格局 一開盤開高以後 往上漲 做多格局 我現在說要順口力又是沒有錯 但是當時要怎麼判斷的話 就依你 我們靠軟體的方向來判斷 以顏色來區分 當你的顏色區分 紅色部分的話 當然是以做多為準 當你的顏色是屬於 綠色部分 往下跌的時候 是以做空為準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跟大家報告得非常非常清楚 沒有一點任何的模糊跟報告 跟大家來分享 只是說 當你確定你是多頭的時候 你就做多 當你確定是空頭的時候 你就做空 大概期貨的話 差不多就是大概這樣子而已 那這邊也是一樣 一開盤開平了以後 多空交戰 出現了空跟多兩個字 表示相形整理 往上漲的時候 就是屬於多方盤 那這邊來講也是一樣的意思 當一個盤式直接往下開低的時候 就是非常非常的弱勢 當出現綠色部分比較多的時候 就屬於空方訊號 7600方方 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訊號 在720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補掉 以上進廣告時間 謝謝各位 歡迎收看股市一路發 然後進入台積電股票來說明 那台積電來講的話 果不其然跟我大家 跟預測是一模一樣的 他果不其然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相形性的區間震盪 然後我就跟大家報告說 台灣的股票市場 就是漲勢盤勢跟跌勢 所以已經有預測跟大家提前的警告 比如說當一個股票 進入一個盤整區間的時候 大部分他的未來 除了現在是非常大多頭的話 他還有機會去做創高的動作 如果他已經進入一個 漲勢的末章的時候 自然而然的會有一個動作 讓他自然而拉高 拉高就是為了將之前套勞的賣壓先 賣出來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代替光劍會 由於外資調降 他的平等到2100塊錢 那之前跟大家報告過了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過 他屬於空頭走勢 他連下來反彈 這個時候反彈 一下子 然後又往下去做錯跌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非常危險 假設2400塊這個點位 如果假設被跌破 又爆一個量的話 基本上之前的3700多點 那個數字 大概是不太可能會來了 基本上大力光的多頭的行情 其實早就結束了 那3700多塊那個點位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容易再看到 那所以說 一直跟大家報告 他一路走來 都是屬於空頭走勢 所有的走勢 是屬於反彈格局而已 這時候雖然有一個 剛才跟大家報告 可能有機會 再做一個反彈的動作 但是反彈完以後 他既然這樣子沒有很大的表態 再往多方來走的話 其實對他的股價 也是滿傷害的 也就是說 他未來還是會是 趨向於空頭走勢 只是說 他現在什麼時候 在跌破那個點位的話 可能他往下跌的機會 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上次 跟爸爸現在空頭的股票來講 也是現在屬於 很多屬於 漲勢完成以後 都是屬於空頭走勢的 那如果要放空的話 基本上來講 這種空頭走勢的股票 只要他跌下來以後 往上彈的時候 往上彈的時候 如果沒有再過這個高點的話 大部分 還是會往下去掉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只要一個彈面結束的時候 他彈完的時候 大概就可能 就直接進入了空頭走勢了 那上次跟大家報告 跟我的8096這個琴亞也是一樣 這個時候跟大家報告 他往上漲的時候 現在進入盤整式 盤整完以後 自然而然的 就往下的去掉 因為訊息裡面的關係 收不到傷心的單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只要我跟大家來說明的 只要他是屬於多方格局的話 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 零軸以上是做多的格局 就盡量的有機會去做多 當一個盤面結束的時候 進入一個盤整格局的話 大部分投資人的話 大概都可以獲利了解的 起碼不會遇到這種 剛好兩天跌跌板的情況發生 然後跟大家報告過 如果說為了保險的話 可能買一個T5子反應 因為大盤的盤是如果不佳的話 他其實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可以逢低 拉回來去買 因為基本上跌到7200的時候 這個高點的點位的話 大概23塊.5的話 未來只要能夠大盤 還是在那邊混的話 他可能還是在那邊做一個 相形性的震盪 等到大盤表現不如預期的時候 往下跌的時候 或許T5子反應的話 就有機會再次的往上漲的動作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報告 謝謝大家收聽